我愛吃 我想這個是一個誤打誤撞的結果 就是在當初的時候面試的時候 那一方面也是他公司離我家很近 那一方面也是想挑戰看看 治安工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所以說最後才去面試了 然後他發通知的時間又比其他公司早 所以我就進來了 完全沒有關係 我的大學是讀電子系數 所以說我現在超後悔的 我為什麼沒有進台基建 因為那個2萬塊錢的股票實在是 讓我每天早上都深深的反省 我當初是走錯行業了 那不過我也想表達另外一件事情 是現在很多東西都會 最後都還是回到治安上面 治安往往是一個行業或者說一個內容 最後他再來探討 應該說他會存在每一個職業都會有 所以說不管他是讀哪一科系 或是你過去從事的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基本上你有意願的話 其實治安這個角度都會 治安這個角度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除了是想給自己一些挑戰之外 那當然另外一點就是 目前所有的治安其實都已經 融為每一個科系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最後除了功能面的討論 那當然治安面的一個探討 一直都是各個研究主題 或者他可能會考慮的項目 所以說當時就想 基於這樣的一個因緣際會 然後再來治安所工作 我覺得能力當然 能力都是可以後天再培養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有一個想挑戰 或者說想碰到一些困難 你有一些例如說我們用了Wi-Fi 你可以開始在懷疑這Wi-Fi有沒有人在攻擊你 那甚至講難聽點就是你有被害妄想症的人 那當然這樣的人你很容易的多想到一些可考慮的一個性質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都覺得 其實什麼樣的人都有機會加入治安領域 那當然 畢竟你還是要有 就是治安都是電腦產品 畢竟你還是要從事一些有關於電腦類 或者說這種項目的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像政治的科系或是什麼 他可能畢竟就或者心理學啊 或是什麼 這種醫學類的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直接關聯 所以說我會覺得你只要平常有寫程式的 基本上他都有機會加入 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 我們這個都是在回答客戶一個問題 客戶給我們一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不管他是軟體、硬體、晶片 甚至是什麼樣的電子產品 我們就是要回答他 他安全或不安全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用各種的手法去測試 他到底 因為我們必須去為我們的回答做負責任 所以說我們會告訴客戶 你今天送給我們的這個軟體 他為什麼安全、為什麼不安全 那我們會是 我們大部分工作都在處理這樣的一個回應 其實我覺得客戶他會有他自己的考量 那每一個資安的solution 我覺得與其說是這種意見不合 我覺得更像是一個大家在交流解法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一個我看過一個弱點 我看過二十幾種解法 每一次都會有新的工程式的創意出現 那我覺得這都不是不行的 因為資安並沒有一個標準的一百分的答案 而是你在當下你可以做到你防護了你想保護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這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跟廠商 廠商也會覺得這些弱點我不見得要修啊 可是他如果能說服我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好的solution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資安 我們資安常常是現階段安全 但所以說資安有不斷有新的領域 新的技巧 新的方向 我覺得保持一個好奇心 這也是剛剛有問到的說一個資安工程式 我覺得一個保持一個對新技術的接受度的好奇心 就是可以應付這些不斷日新月異的一個改變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說這個產品現階段的安全 可是不代表它下一秒或者說明天它還是安全 因為搞不好就有一個新的弱點產生 可是這個新的弱點可能要有什麼樣的檢測方法去檢測出來 或者用什麼樣的方法去修正它 我覺得那個都是不斷的在進步的 不斷的在被調整 我想資安它最後還是在探討就是 你到底想保護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平常都不認為你那個資料很 如果你認為那資料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問題 也不用我這邊再特別闡述回答一遍 因為如果你認為那資料很重要 你本來就已經會用各種的手段去保護它 那當然一般民眾我覺得他可能會需要提醒的是 他可能有一些他自己覺得可能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其實跟他的生活是實際相關 舉例來講例如說你的密碼 你使用的密碼 大家可能常常有習慣為了使用方便 所以我就使用123456或者Password這些 可是問題是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子安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就從預設帳號密碼下手 那真的是 目前雖然資安有很多的供給弱點或是什麼 而其實最常見的資安弱點 每一年它都被揭露的都是密碼強度不夠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是駭客 我通常會先從對方的生日號碼 然後來嘗試那個密碼的範疇 那或者是產品的預設密碼 因為有的產品在出廠的時候它會有預設密碼 可是其實老實講 大家會沒有一個習慣去改動它 所以說我會從這兩個方面來下手